大家好 今天咱们在这播的一场比赛和平常不太一样 今天这场比赛是EV第三届 SE第三届EV全民争霸赛夏季赛的总决赛 这场比赛是通过了之前海雪阶段的周一周二 周一周三周四周六周日每周的五场海雪赛 进行的两三周的比赛之后 通过今天拥有门票的选手才能入场 主播是没有门票的 所以我们只能拿来观战了 这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凝聚了这个府里面的各种精英选手 比如说咱们看到上一次比赛当中 蝉联一二三名的 我看看选手有没有入场 上一次的1比1大赛当中有一个选手十分给力 表现相当亮眼 一个人就包揽了前三名 叫做华丽引爆选手 他简直就是这个服的一霸 我们来看看华丽引爆选手 我怎么没看到华丽引爆选手 他的本尊没有出现 难道华丽引爆选手没有参加这次比赛吗 那么我看到这次比赛当中 有一位选手叫做冰封选手 他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大的 他居然有三个号入场了 但是没有看到华丽引爆选手 我们把这个聊天文字给弄准了 比赛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的话 比赛正式开档 这个比赛怎么说 因为这是带职业服 8.5带职业服 他的PK节奏是相当相当的快的 所以呢 而且是由于是在这个 由于是在这个 1v1当中 那么就尤为的快 你如果是5v5之类的 或者3v3之类的 特别是3v3 可能虽然说比较快一些 但也不会靠到哪里去 但是1v1带职业服 那真的是一两回合 就能见分晓 不能说分出胜负 但是能初步能见出分晓来了 因为这个一般情况下来 打起来就特别的快 这个主播我是蜡鸡 这个别祝福我 这个内拉组里 这位选手 我就冲着他什么 高深莫测的对白 我就能看得出来 这位选手的实力相当强劲 这个你看他 他这个一走过来 就知道我是主播 一走过来就告诉我 这个不要这个祝福他 你只想轮廓到最后一轮 是吧 这个轮廓到最后一轮 好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的轮廓到最后一轮 然后咱们来看看 这位叫做兵分的选手 这位叫做兵分的选手 我知道 这位选手就冲着他现在有三个号入场 我觉得他的夺冠 他是夺冠六盟之一 可以说他的夺冠几率是在30%以上 那妥妥的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其实入场总能数不会太多的 因为前面都是要有门票 入围门票才能获得 哇 总共现在入场只有11位选手 那他就有三位选手 那他的出现几率还不是30% 不到一点点 是吧 差不多就那么回事 再加上这位内拉组里 强劲的幕后选手 非常厉害 他说他要轮廓到最后一轮 那也就是说冰封在最后一轮之前 可能碰不到他 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1v1 1v1最后一轮 这个没积分 那这个 这次比赛当中 这个比赛最后一轮 这个奖金不像以前100元了 变成了300元了 这样吧 我说一下怎么这次比赛的奖金 这次比赛呢 这个 是一个现金比赛 他可以获得第一名 可以获得500元的现金人民币 第二名的话360 第三名的话266 不是第四名 后面还有一个优胜奖 何为优胜奖 优胜奖就是的话 整场比赛打到最后 幸存在场地内的 坏的话说就像吃鸡选手一样 这个幸存在场地内的那个选手 叫做优胜奖 就优胜选手 他能获得300元 那么小伙伴问了 那我第一名难道不一定不是优胜奖吗 第一名有可能是优胜奖 也有可能不是 这个比赛是这样子 就是你没击败一对 一位对手 那么你积分加一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你轮空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你积分不是第一名 但是你最后却能拿到优胜奖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的话优胜奖 是作为一个额外奖励 也有可能不是前三名 也有可能是前三名 就要看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 那么这个有小伙伴说 我是来玩游戏的 不是来赚钱的 这个现金人民币对我来说 没有毫无价值 没有任何兴趣 那不要担心 这个比赛的话 其实除了现金人民币以外 当然不会只有现金人民币 他还有其他的奖励 比如说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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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漩涡怪 西游虫一只 那么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名 还有优胜奖 都可以获得 那同时的话 还有绝版勋章 不服来战 印记一枚 这个是讲游戏当中奖品 那有小伙伴就问了 那个漩涡怪很稀有吗 对没错 特别稀有 这个漩涡怪的话 唯一的获得途径 就是这个限时比赛 比如说这个PK大赛 限时活动 比如说PK大赛 就比如说这个炼虫大赛 这种特别少的 每一次也就发封那么几只 就是全服就夹钱 可能也就那么几只 所以的话 这个稀有度 堪比 堪比 堪比钻石 有小伙伴说 那钻石的价值 钻石很久远一颗 柳油之禅是吧 其实那钻石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能造了 能造钻石一大堆 那钻石不值钱 就是金刚石嘛 对吧 就金刚石不值钱 那但是这个 血液罐就不一样了 这血液罐你能造 造不出来 这个 你只能这个参加现实 活的活的啊 它是这个非常稀有 非常稀有的啊 所以说这个成物 会说这个 就是一宠再仇啊 这个江山我有啊 妥妥的那 我们看看比赛啊 还有六分钟时间 六分钟以后开始 兄弟们这会是直播啊 如果你这个没有 呃有礼物的刷礼物啊 没礼物的这个 发个弹幕啊 聊聊天吧 出来捧个厂聊聊天是吧 没礼物的这个不发弹幕 你就赶紧到这个 左下角去领奖品啊 领完宝箱啊 开完盒子啊 赶快给我刷刷礼物啊 我来看看啊 场内有没有这个 看哎 这位元气少年这位选手啊 是上一次这个 打得非常抢眼 非常亮眼的一位选手啊 这个上一次比赛当中啊 这个呃 他拿到什么名字 我给忘了啊 但是他反正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一位选手啊 这位伟英 哎呀这个伟英 你看他是个妹子啊 呃他不管他 他实际是不是妹子啊 但是他的角色是妹子 那我就姑且当他是妹子了 而且的话呃 在场内我好像没有看到 第二个骑着这个呃 这只大鸟的这个妹子啊 所以的话 他是夺冠乐门选手啊 物以稀为贵嘛 对吧 一般主角都是跟这个配角 长得都不一样啊 小白说啊 那你咋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这个缤分选手不是都是妹子吗 对吧 咱先不谈缤分是不是妹子 就冲着他骑着这个什么 这个森林绿火 他就不成不了主角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呃 大家看电影的小伙伴都知道 对不对 那些什么路人甲与冰顶 那那都长得都差不多 记不住啊 那些那个主人公 都是特别一出场就特别的亮眼 那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种 对吧 而这位这个的尾音的这位选手 你看很亮眼吧 很亮眼对吧 一看就是女主角 那再看这个缤分选手 哇三个啊三个人 看着这个独冠季续是不是很高啊 但你要想想 他长得都差不多啊 都一样 那连徽章都带的一样 那就属于什么 那属于路人甲与冰顶 那路人甲与冰顶嘛 那一般情况下来 呃 镜头一转可能就挂了 是吧 所以的话他的这个夺冠几率啊 呃 从这个主角论光环论来说的话 他是没有主角光环的 那 嗯 我们再来看看啊 哎 就这就称这位 叫做这个骑着这个荧光暴的这个小凡凡啊 这位选手我觉得 你是男主角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那 男主角可能性非常大 那你看整个场里面 就你一个人骑着这个荧光暴啊 那小凡说那还有很多的宠物都 都是一个人啊 比如说这雪豹也是一个人啊 对吧 为什么那荧光暴就是男主角呢 他特别的亮 那 那荧光暴你看到他特别亮了吧 他特别亮 一般情况下来主人公登场的时候啊 他身上穿的那些衣服啊 都特别的亮啊 对吧 特特特别亮啊 比如说那个什么大化西游里的孙悟空登场的时候 特别的亮吧 那 所以呢 那那那那位选手啊 这他就是男主角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那我不能说百分百男主角吧 我只能说百分九十九的可能性是男主角 那 那小伙伴 又不服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骑着这个雪豹的这位妹子选手 他怎么就不是女主角呢 那 这个是个问题啊 他为什么不是女主角呢 主要原因在于雪豹啊 这个颜色太白了 那你看这个颜色白 颜色白不好吗 那个不是一白 这白丑 对吧 他这个颜色白有个缺点啊 确实很漂亮 但也有个缺点缺点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呢 旁边这个呢 旁边这个也是白颜色的 那这两轮是什么呢 这两轮很有可能是 呃 情侣装啊 而这两轮是情侣装的情况下啊 那么他们俩不是男一号跟男一号呢 因为男一号是那是那位非常亮眼的那个 起散爆的那个选手呢 那既然男一号已经是那位选手了 那他就不是男一号 他只能是男二号 他既然是男二号的话 那跟他这个穿情侣装的选手 那肯定是什么 呃 女二号 对吧 所以说妥妥的 这是男二号和女二号 那 这俩都是配角 那这位选手是什么呢 这位选手咱们看看说过啊 是世外高冷 啊 但是那个世外高冷呢 他之前也说了 他说这个什么 这个不要祝福他呀 怎么怎么的 那一般情况下来 这种看武侠片的小伙伴都知道 那种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那种世外高冷啊 那一般都是一把年纪的 通常情况下是 他们把武功传给那个主 咱们这个所所看到的 很亮眼的主人公啊 然后那个世外高冷 不是退影江湖了 就是呃 在迎战那个大魔头的时候 不幸阵亡 那所以我觉得这位叫做内 内拉组里的这种选手 我觉得他的阵亡距离特别的高啊 这个我没祝福你啊 这把我可是仔细理性的分析了一下 你的这个呃 结局啊 可能性啊 好了咱们这个不瞎扯淡了啊 咱们马上比赛开始了 还有一分钟啊 比赛马上开始 今天这比赛呢 因为是这个职业版啊 8.5职业版他的这个呃 pc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啊 所以而且场内的话 总共只有11位精英总选手 通过了前面的11轮的这个 11天的这个海雪赛啊 选出来的11位总之选手 所以说呢 可以说是这个强强对决 好比赛开始啊 哇这这两位选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这比赛呢 这个呃 我这边这个是开了两边的号啊 开了两个号 但是这个啊 在这儿 在这儿 再调一下 好 那么咱们看到这个大屏幕这边啊 是这个上面是一个 猎人 应该是一个猎人吧 那这个 另外有一件事情啊 这个要告诉大家啊 那么我现在这个运行呢 是一个这个 呃 原码重置版的一个这个客户端啊 是一个全新客户端啊 这个大屏幕这边啊 所以上部分声音呢 这块的话 跟原版稍微有一点点 显现出来稍微有点不同啊 因为这个是GM 呃 发给我们的这个一个内侧版本啊 我们来换一位选手来看吧 这位叫做兵分的选手 他看了三个号 他的动作肯定会特别的慢啊 我们最好换一位选手来看 哎呀好吧好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天不遂论院啊 他老让我看这个 这叫我咋办呢 我再看一看 再换换看 这 这是什么鬼啊 他只让我看这个好 行吧 那咱们这个 住这位叫做小白兔 乖又乖的这位小伙伴 这个赶快把这个兵分选手 这个 呃 快到转了嘛 嗯 好 300多写 这个职业版啊 这个pk节奏会非常的快 所以呢可以说是一个 我把速度调慢点吧 要不然这个他们打太快了 而咱们小超过这边呢 是咱们刚才看到的小帆帆啊 男主角 呃 非常厉害啊 现在的话从已经双双被混乱 那我就知道这个叫做这个兵分的车 动作会特别的慢 因为他开了三个号嘛 他拿来得及打啊 这个奇迹般的就是他 他 他他他死活了我这个打这个号 他看这个号 哦好咱们看到咱们男主角了 那咱们小凡凡男主角啊 这个我相信他一定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特地来看他啊 啊这个 这个是法师吗 难道是 哦这个是猎人 嗯 其实因为一当中我记得这个白狼选手 应该会非常的厉害啊 白狼用刷的话 这个则不是一刷一个嘴巴 那么这位小凡凡 居然是猎人的话 我觉得他的前景堪忧啊 啊不过好在他的对手也是个猎人啊 大家都是 呃也可能是法师 哦法师他的对手也是个猎人 也是个猎人 也是猎人啊 两位猎人写手 白狼选手的话 战斗一般可能都已经结束了 那白狼选手的话 这个攻击力猛 那么他的这个防御略略差一些啊 那么这个胜负只在旦夕之间啊 不是你灭掉我 就是我灭掉 呃你就是我灭掉你呢 啊 一个网围层 破镜子 其实如果碰到白狼选手的话 你这套镜子就直接尴尬 因为白狼如果戴上那个投掷类武器的话 啊 你如果套个镜子 我投掷类武器 再用那个什么这个二段攻击啊 啥的 这是这就是百分百命中 那直接把你给打死 啊小凑虎这边的话 这个冰封选手和这个小兔乖又乖还在火瓶 那么就这两位猎人